我的dream job就是做一个成功的经理 是活动搞手在一个很大的牌子那里做 接着就可以跟不同界别和部门的人 交通和organize所有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选择 因为我选择这里因为我喜欢阳光与海滩 我有想过其他国家的 但是其他国家譬如英国 他们没有那么多阳光与海滩和户外活动 所以我会喜欢选择这里 现在是冬天 其实冬天比起夏天的活动少很多 但是不代表没有 那就是像我平时那样 譬如今早我去了商务 然后是我人生第一次试这个滑浪滑水 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 而且很开心 而且如果夏天你可以试试做多些活乐活动 其实这里 Sidney的话 通常都是做活乐活动 而且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Sidney那边玩 去看电影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上课 虽然上课每一天都是 我只有一科 我现在正在学中英文 所以每天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上课的气氛 和同学呢 我就很开心和他们一起上课 那个气氛很好 而且那些老师也很好 十六个学生是有学生的 来自同国家的 我住在学校的旁边 大概五分钟 每一天走路上来 所以是很漂亮的 我逢星期一至四的 大概九点半至三点四 都是要上课的 要回来的同一个伙生 和同一班同学 我会很强烈建议你们 过来读这间学校 因为我觉得这间学校很漂亮 本身 而且它的地点 是在沙滩旁边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都会看到 沙滩和阳光与海滩 景是很漂亮的 而且同学和老师都很nice 而且你很容易认识到朋友 在这里 而且你在这里读书 读完之后 它有很多委屈的 你可以有很多工作机会 而且他们委屈的公司 都是一些大品牌的公司 所以你很好把握 这些委屈的机会 然后到你以后 真的不掌业之下 你出去找工作 都会找到很多很好的机会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